再来关心台中的状况 今天本土确诊的病例数飙到9944例 一口气超越了北高还有桃园市 略居全国本土确诊数第二高的县市 很多心急的家长好不容易等到台中的医疗院所 要开打儿童BNT疫苗 结果是根本预约不到 只好往偏乡预约 甚至有人请高雄婆家预约好了 跨县市到高雄去打 还有人是预约到了又被取消 求一剂儿童BNT 真的是话题在台中的家长群组严重炸锅 拉起医秀台中儿童BNT疫苗 上午可以到诊所接种 这个小朋友打完之后有状况 状况OK啦 疑似有晕针情形 医生赶紧帮他测血氧浓度 确定没事才让他回家休息 台中这间诊所有90剂 早早就被预定一空 家长说电话真的是打到快 烧起来 你要一直按那个重播 有约到的还好 有人是约到了 还被取消 就说什么疫苗不够 然后就把我们的名额给取消了 根本就是疫苗之乱啊 小孩五岁只能自己找诊所 家长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路一堆留言都说预约不到 也有人住家附近约不到 想往偏向去预约 好像有几个跑到外线市去打BNT 甚至有家长跨县市请婆家到高雄预约 以台中市来说 目前中央配发儿童BNT疫苗9.3万剂 占定给医疗院所3.3万剂 6万剂给学校试打疫苗 但台中本土确诊病例飙升 一口气超越北高跟桃源市 越居全国本土确诊数第二高的都市 家长严重炸锅 小朋友打不到疫苗 实在心急 记者中部赞往报道